今天节目咱们来说一桩还算是比较有意思的案件啊 这是一起典型的贪污受贿加封建迷信的案件 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呢 从1997年说起 这一年对于一个叫邵月平的人来说 这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 怎么呢 这一年的三月份呢 经过上级批准 他所在的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 升格为了山东省济南市立夏区市政工程管理局 邵月平也从管理处的主任可就升到了局长了 可以说啊 从主任到局长 很大一部分的成分都是机遇的原因 随着市政工程项目的不断增多 来找项目干的建筑公司的老板呢 也多起来了 一开始啊 这些老板们都是到办公室里边哎就是非常正规的啊 谈一些项目的事情 可是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老板们就开始琢磨了 哎呦 这位邵局是不是有什么额外需求啊 后来啊 他没学精明了 不能到办公室里边谈 那去哪谈呢 去邵月平家里边谈去 只要到了家 那是有求必应 当然了 事情办妥之后 邵月平也会接受老板们的邀请 到大酒店里边吃喝洗脏拿 这都是常规操作 其他的收点老板们的贿赂啊 跟老板们出去找个小姐潇洒潇洒呀 这是一样都不能少 在和这些老板们的接触之中 邵月平心里边渐渐的不平衡了 凭什么他们当个小老板 腰包里那么多钱呢 凭什么我一堂堂大局长 我天天过得紧紧巴巴呀 于是他就有了一个想法 我得下海捞上一把 原来呢 他还算是挺正经一人啊 挺正直 感觉官场上那些什么 关系学 后黑学 嘿 太无耻了 我瞧不上那个 可是 逐步的 这些关系学 后黑学 就成了他的人生哲学了 他就认为 我目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利用手里的权利 我要为将来当老板 积累更多的资金 局长有什么干头啊 我也得挣大钱去 1998年7月的一天晚上 山东某集团公司总经理 邀请邵岳平到一家大酒店吃饭 就在吃饭的时候 这位总经理呀 他就掏出来一张卡 交到邵岳平手上了 少爵 你看购买土地的合同 是不是可以签了 这张卡上有30万 邵岳平呢 当时没接这张卡 啊 呃 没问题 手续啊 明天就办 别看没接卡 可是这心里啊 在那突突直跳 原来 邵岳平 趁该公司购买市政局土地的这个机会 以差价款的名义 是直接索要回扣30万 而这30万的差价 最终当然是以降低卖价的方式 转嫁给市政管理局了 说白了就是 原本应该卖200万 那现在我卖170万 省下的这30万 那归我自己 当天晚上回到家 邵岳平可就睡不着了 哎呀 我这才第一回跟他们说话伸手 一下子就30万 我比他们来钱还快呢呀 权力真是个好东西 可是邵岳平呢 也在那害怕 这要被查出来可怎么办呢 我是留给自己 我还是绞上去呢 琢磨来琢磨去 一宿辗转反侧 终于有了一个结论 这钱呢 我不能交 得留给我自己 这宗地块 可是600万呢 啊 对方不仅没吃亏 按现在土地价格 只要一转手 就能赚上100多万 他们不可能出卖我呀 他们不出卖我 别人怎么会知道我的事呢 尽管如此 尽管这么心理安慰 可他还是害怕 时不时的就感觉心慌气短 不得不靠安眠药来保持睡眠了 有几回啊 他都想悄悄的把钱退了 可又怕惹麻烦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朝思暮想的三十万 一旦拿到手 这可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了 拿也不是 扔吧 他舍不得呀 因为这笔钱 他呀 常常的做噩梦 经常会从噩梦里惊醒过来 在平时生活之中 也开始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对妻子女儿暴跳如雷 此时邵月平就想着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避险 他呀 也明白一个道理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但是 他得需要用一种幻觉来麻醉自己 这种机会很快就来了 1999年6月份 邵月平在酒店吃宴请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周易研究会的理事 这也是一位副研究员 叫周千一 其实这回吃饭之前的 这邵月平呢 不打算参加 他太明白这种宴请的猫腻了 吃完饭之后 那是喜丧的 找小姐 不想干了 哎呦 腻味了 第一回找小姐 先到后边 不都那样吗 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见钱眼开的 请他的包公头 竟然那么了解他的心思 那天晚上 邵月平虽然喝酒喝的少 但兴致挺高 一口一个周老师的在那叫着 哎呦 有那种相见恨晚的意思 由于长期从事周易研究啊 这个周老师的话里啊 难免就有一些预测呀 什么厚德载物啊 什么道法自然奶 这些我们听着比较新奇的字眼 酒喝的差不多的时候了 邵月平呢 就试探着问了一句 周老师啊 我目前正遇上一些工作上的困难 想请周老师帮我出个主意 好说 好说呀 邵月平一看 赶紧用眼色把身边的人就吃出去了 屋子里啊 就剩下他们俩了 他呢 事先准备好了两包上等的龙警茶 还有一千块钱的现金 赶紧就塞给周老师了 那个周老师一看 赶紧站起来 哎呀 少许 不能这样啊 哎呦 都是兄弟啊 不客气 不客气啊 反正半推半就推辞了 后来也就收下了 然后他坐下说 少许啊 你这面色灰暗 面向上看 有些气亏 这都是由于心事淤积所导致的 长此以往 那会阴阳失衡啊 周老师 那怎么办呢 邵月平一听这话 他沉不住气了呀 这个周老师想了想 然后指着邵月平脖子左侧的一个黑质说 少许 先到医院做个手术 把他给点了去 听明白了吗 啊 好 邵月平似是而非 懵懵懂懂的 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 原本呢 要召开局长办公会 少许平一到那儿 就把这会给取消了 急得都不行了 直接去了医院 做了那点制的手术 直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才回到局里 一坐到自己那真皮椅子上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电话给那个介绍自己和周老师认识的包工头 兄弟 承包工程的事情 没问题 到这儿 他虽然呢 也感觉到把三十万的这回扣 跟一颗痣扯在一块有些荒唐 但是他内心里边又不敢不信 他甚至还这么想 万一这事被发现了 我就推说这三十万是借的 不是回扣 为此他还让那家集团公司的总经理给他弄了一个借据 自从得到这周老师的点拨之后 少许平一下子可就轻松起来了 刚才咱不说了吗 之前他一想那三十万呢 心里还有负罪感呢 有紧张感呢 现在呀 没了 他认为 什么叫轻松 轻松就是把他给忘了 啊 渐渐的 他跟那个周老师的交往 这就成了他的一种生活习惯了 也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了 他就感觉有周老师 哎 我就不用担心害怕 这就等于我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有一些局里细心的人 就发现 哎 少局那大黑智怎么没了呀 智没了 怎么这还影响性格呢 原来呀 少许平是踏踏实实的那种工作作风 办事情很严谨 甭管是开会啊 出差 日常工作 让大家都挺有压力 可是现在呢 不是这样了 跟大家开会的时候 张口闭口就是 兄弟们 只要跟着我好好干 保大家发财 各位 这是一个公职单位的一个公务员领导 跟大伙说的话吗 并且啊 还经常的跟这些底下的员工们说啊 成功的人生三分靠努力 七分靠预测 靠命运 你们知道吗 大伙一听 疯了吧 这是 在少许平的办公室里 还挂了一幅书法作品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这就很能说明 此时此刻 他的那种心境 就是为自己的贪婪的罪恶行为 寻找借口 自从有了周老师这护身符之后 这少许平啊 在收受贿赂的时候 那是有恃无恐 他的高明之处就在哪呢 每一次把预测和受贿 进行成功的嫁接之后 都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溜进自己的腰包 事后还总能找到化解风险的办法 就在这种错觉之下 少许平渐渐意识到 自己手里安排的那些 大大小小的施工项目 具有很高的含金量 和开发价值 于是啊 他就开始在不同的场合 暗示那些急着得到工程的老板 兄弟们 如果小渠道不畅 大渠道可就不通啊 来喝酒喝酒 1998年中秋节之前 少许平在家里接到江苏省肃谦市 某个体包公头刘某打来的电话 这个刘某啊 跟少许平说 少许 这不我马上中秋了 我呀 到您家里传传门去 也看看哥哥嫂子 顺便呢 跟您汇报一下工程进度 速前 到济南 路程可不短啊 可是 少许平答应了十几分钟 这刘某啊 就把门铃给按响了 明显 这刘某是早就来了济南了 俩人见面 先是寒暄一阵 随后这刘某把话题 可就转进正题了 少许 事情是这样的 快过节了 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 这点钱呢 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说着 从包里边 就取出一个信封 顺手就推到了少许平眼前 少许平往常这时候 也会客气客气 哎呀 都是兄弟不用啊 这还没等少许平客气呢 刘某啊 自己就走了 就这么着 从1998年中秋节 到2000年9月之间 少许平在家里 先后五次收受刘某的贿赂 一共是四万三千块钱 可是没过几天 可就出了事了 咱们呢 接着来说说这位封建迷信的 市政局局长 上期节目咱不说了吗 江苏宿签的有一包公头 老刘 他呀 找到了少许平 前前后后中秋节 一共给了他四万三千块钱 可是 没过几天 局里有一个干部 就跟少许平反应了 少许 有一个包公头 那老刘 他呀 有偷工减料的行为 咱们要不要更换施工单位啊 这可在无意之间提醒了少许平了 他掐指一钻 哎呀 我要是在现在收了他这四万三 要真是有什么事 那可是后患难除 况且那段时间检查机关正在着手调查他少许平的收回问题 这么一想 少许平赶紧给那老刘打电话啊 当时以吃饭的名义就约出去了 煞有其事的把三万块钱退给了老刘 有意思的是什么呀 在这期间呢 少许平以同样的手段 先后六十多次收受其他包公头 以及单位职工的贿赂 金额达到了五十万元之多 按照他的说法 他说这五十万呢 他没想过会出事 为什么呢 都事先找周老师预测过了 确定万无一失 可以说 每一个市政建设项目都让少许平给开发到了极致了 当然开发的不是项目 开发的是他自己的腰包 时间一长 少许平在安排工程的时候啊 就有一个受贿的标底数 举个例子吧 好比说这工程一共五十万 我认为我得从中挣五万 你要是给不到我五万 那咱们就白白啊 多余五万再说 你给不到五万 那算你不懂事 你知道吗 有一回啊 少许平的一个同学 带着一个人到他家里了 这个人呢 是个包工头 他就跟少许平说 许平啊 这是我亲戚啊 也干工程建设呢 帮衬帮衬呗 照顾照顾 都是咱自己人 这个同学啊 想当然了 他就想 我跟少许平 从上学时候 关系可就一直不错啊 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少许平还会要我那么多钱吗 于是就只留下了一千块钱 哪知道少许平是翻脸不认人呢 现在啊 局里的工程是僧多周少 这事儿不太好办啊 那老同学一看得了吧 人家现在是领导了 咱们没有同学交情了 是吧 老老实实给钱吧 只好按照少许平 自己的那个标底 给足了钱 这才如愿以偿的 给他那个亲戚 找到了一个工程 少许平 整天的 就是在这儿 又掐又算 跟那周老师不停的交流 你看 我这一阵 我能挣点钱吗 啊 那个工程 我能给谁谁谁吗 这周老师哄他玩呗 每一回啊 少许平 都是在这种能掐汇算 在这种预测之下 不停的就开始聚敛钱财了 1999年4月份 一天晚上 一个外地建筑公司的经理 在酒店里边请少许平 酒足饭饱之后 对方都安排好了 找小姐 陪少局 唱歌 跳舞 至于晚上干点什么 少局自己安排吧 少许平一听 当时就回绝了 那个经理就懵了 他不平时挺好这口吗 哪个领导不耗这口啊 这 这少许平就说 改天吧 改天呢 咱们到市区东南部的酒店 轻松轻松 我买单 事后 那个经理才知道 这少许平 不是不喜欢女色 只是啊 在这个酒店 亲近女色 还没有经过周大师预测呢 而说的东南部那酒店 在那 撒开了玩都行 因为周老师已经掐算过了 那个地方是可以的 所以啊 只要没有经过预测的 少局可不敢轻易接受 这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他的行动指南 那位经理这一听 可不敢怠慢啊 很快 就在济南东南部的一家酒店 给少月平 把这课给补上了 年轻漂亮的小姐叫上几个 好好的陪陪少月平 少局 喝完酒之后 那位经理 直接把少月平 带进了酒店包房 少月平 在那抱着那个小姐 在那正缠绵的时候 也是惊虫上脑 呗 反正脑子一热 少月平就答应 给这个姑娘啊 租一套房子 并且准备把她当做情人包扬起来 第一回见面 就这么大方爽快 这个小姐都懵了 我伺候这么多客人 这头一个啊 啊 事没干完呢 给我房子 对于少月平 利用职权财色双收的这种行为 市政管理局的干部们 职工们 或多或少啊 都清楚 所以 这种不满情绪 是越来越高涨 他们不断的 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结果都被少月平 用七上瞒下的手段 给压下来了 不仅如此 只要到年终考核的时候 先进工作者啊 各种功臣 反正各种各样的荣誉吧 还是会落到他头上 1998年1月份 他又当选了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这些荣誉光环的出现呢 就让少月平 有了越来越多的错觉 他就认为 我为什么能顺风顺水 我为什么赚这么多钱 泡那么多小姐 依然没人查我 这都是周大师预测的号啊 啊 为此 他呢 经常在周围的朋友面前 现身说法 那就跟朋友们说 兄弟们啊 咱们中华文化 那是源源流程啊 啊 很多人认为什么周易 什么占卜 都是糊弄人的 都是封建迷信 其实不然呢 就说我吧 我做每一件事情 我都得找大师给我预测 看看 是不是荣誉加深 是不是官越做越大 咱们可不能不信呢 1998年8月份呢 局里呢 分来了一个姓陈的工程学院毕业的学生 一开始呢 邵月平拒绝接收 为什么呀 就说局里啊 没有编制 后来经过领导再三做工作啊 这邵月平实在没办法的 这才勉强收下来 收下归收下 但是他跟领导们也说了 如果适用不合格 我还得把人给退回去 这个大学生 一没背景 二没钱 人完全就是靠自己学历不错 专业能力扎实 人才找到这么一份工作 他这一看 哎呦 遇上这种领导 我这事儿肯定得泡汤啊 这个小伙子上班第一天 邵月平就把他叫到办公室里边了 我们每个人上班的时候 应该都经历过是吧 刚到一个新单位 领导肯定得谈话 聊的无非也就是什么企业文化 是吧 以后工作多注意点什么啊 但是这邵局可不一样 在那又谈心 又揣摩这个小池的生辰八字 差不多过了十来分钟 邵月平站起身来 笑着拍了一下小池的肩膀 各位 邵月平原来可不想要人这小池啊 他跟小池说了 你啊 真幸运 你就在局里安心干吧 结果第二天一上班 小陈自己都没想着 他呀 被安排在了党政办公室当秘书 从此这小陈发现邵月平只要外出检查工作的时候 总得找借口把自己带在身边 刚一参加工作就受到领导这么重用啊 小陈也不知道为什么 更何况之前差点不要我呀 后来邵月平被双规之后 这小陈才隐隐约约的知道自己为什么受到邵月平的重用 仅仅是因为生辰八字 跟邵月平是相合的 邵月平啊 平时还有养金鱼的爱好 办公室里边有着各种各样名贵的金鱼 用他自己的话说 真是喜欢金鱼吗 不是 而是金鱼和鸡鱼 这是谐音 鱼养好了 鸡鱼也就有了 因此早上一上班 第一件事给金鱼加氧气 为吃的出去的时候 指定办公室的人给他管理 1999年10月11号下午三点 邵月平啊 早就买好机票了 准备坐飞机去深圳考察学习 可是在去机场的路上 他突然就感觉到 10月11号这个日子不好 不宜出行 于是呢 赶紧吩咐司机 调转车头回到局里 回到局里之后 又安排司机去机场 退掉机票 并买了一张 10月16号的机票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出门 要择吉日 他呀 经常有这种惊人的预感 啊 这都跟那周大师学的 今天一要出门 哎呦 不好 这虽然大行天 我得打个雨伞 那他准得打这雨伞上门 明天 哎呦 大暴雨 啊 不行 今天不能打伞 我得淋着去吧 那他就淋着出去了 就这么一煮 在深圳考察 学习的十多天里 几乎是天天 把电话打回局里 问工作情况 不是 是问问他那金鱼 养的怎么样了 工作人员 你要只是告诉他 少爵 金鱼挺好的 挺活泼 这不行 必须每一次 描述出金鱼 很活泼的具体细节是什么 你怎么就看出 他很活泼呢 他哪就活泼了呢 弄得大伙是哭笑不得呀 即便这样 邵月平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十五天之后 当邵月平 从深圳回到济南上班的时候 发现几条金鱼 从缸里跳出来 死在了地上 这个预测局长 尽管事事预测 但是依然逃脱不了厄运 2001年1月份 邵月平被纪委双规 2001年1月12号 邵月平因涉嫌受贿罪 被济南市检察机关拘留 1月20号被正式逮捕 2001年12月3号 济南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指控被告人邵月平 犯受贿罪 刑贿罪 贪污罪 2002年1月9号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人邵月平 犯受贿罪 刑贿罪 贪污罪成立 三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0年 并处没收财产 4万元 被抓之后啊 他在监狱里边 是整天以泪洗面 他的妻子 也经常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 月平啊 我早跟你说过 咱们工资不高 但也不低啊 生活有保障 你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你不是整天的想着当老板 哪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所以啊 还是那句话 哪有什么预测 哪有什么占卜啊 凡事都要靠自己 最后啊 送给大家 咱们国家那句老话 行的端 做的正 无愧于天 不为于己 不为于言 方是君子之风 乃可有四方 行天下 成大事 从本期节目开始啊 咱们来讲述一桩 发生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 山东肥城市的 连环故兄杀人案 肥城呢 是山东泰安市的一个县级市啊 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的时候 说实话 全国各地 普通老百姓日子过的呀 都不宽裕 但是在肥城市 湖屯镇曹庄村 有这么兄弟俩 家庭条件呢 还真是不错 一个叫罗朝迅 一个叫罗朝衡 这哥俩呢 合伙从事煤炭个体经营 辛苦了那么多年 总算呢 是挣上来了百万家财 九十年代 百万家财 可是了不得 这罗朝郡呢 有一个女儿 叫罗慧 罗慧的亲姨父啊 叫郭庆璐 这郭庆璐呢 也是从事个体生意 是做建材生意的 有着二百来万的资产 那更了不得了 大伙记住这几个 关键的人名哈 一九九六年六月份的时候 郭庆璐唯一的儿子 郭启刚 开车给罗朝郡呢 运输煤炭的时候 出了车祸了 救了半天 也没救过来就死了 于是郭庆璐呢 就让罗朝郡呢 拿出来六十万 这事就算死了了 罗朝郡认为 这数额太大了 六十万太多了 这把这六十万拿出来 我这么多年 这不白混了吗 所以就没答应 于是 郭庆璐呢 就把罗朝郡 起诉到了 肥城市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 罗朝郡 除了承担全部的 抢救郭启刚的费用之外 再赔偿 郭庆璐三万块钱 这三万 和一开始提出的六十万 差太多了 郭庆璐啊 就特别不满 跟着妻子一起 多次到罗朝郡家 是又哭又闹 并且还说了 我得报复 这郭庆璐和罗朝郡 其实这是连金啊 啊 郭庆璐的老婆 跟罗朝郡的老婆 这是亲姐妹啊 1996年11月份的一天 罗朝郡的哥哥 就骑着摩托车 到肥城矿物局 国家庄煤矿 去谈生意去了 路上啊 突然就看见后边 追上来了一辆摩托车 把他呢 就逼停到了路边 随后 那摩托车上的人下来 就把这 罗朝恒这一顿毒打 打完以后 开着摩托车 就又跑了 按说打一顿 就该出气了呗 这事也该结束了吧 并没有结束 就在这起故意伤害案 发生之后的第二年 6月5号 凌晨3点左右 罗朝郡家呢 养着一条大狼狗 在那就叫起来没完了 跟疯了似的 当时罗朝郡呢 正在济南谈生意 他没在家 他的妻子呢 听见动静 就把屋门打开 出来呢 把院子里的灯 就开开了 罗朝郡家院子里呢 停着一辆 价值17万多的 三吨的铲车 这一开灯 就见有一个人 手上啊 拿着一个塑料桶 正在往这铲车上浇油呢 给罗朝郡的妻子吓得呀 当时就喊出声来了 有人放火 这一喊 那火呀 也蹭蹭就着起来了 这时候歹徒啊 也没说话 也没过多停留 转身就跑 他在跑的时候 没堆上 还有一个人在那蹲着呢 紧随其后 翻墙就出去了 罗朝郡家里 现在除了他的妻子之外 只有老人和孩子 现在这几口人呢 正应了那四个字了 老弱妇孺 你让谁追呀 谁也追不上啊 只能是打开水龙头 废了半天劲 把这火算是扑灭了 第二天呢 罗朝郡从济南就回来了 回到家之后 一听说这事 当时急的就不行了 在家里家外 就开始四处查看 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在院墙边的厕所里 就发现了一个 歹徒留下来的 自制的折叠式的钢刀 这把钢刀 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可是啊 罗朝郡始终没有告诉警方 他自己呢 就藏了起来 罗朝郡 罗朝横哥俩呀 心里边也有了准主意 认为这肯定是国庆路干的 让他出出气就算了呗 之前人也打了 车也烧了 差不多了吧 再者说了 这么近的亲戚啊 这是连今啊 还能再做出什么事来啊 让他出口恶气 两家矛盾也就缓和了 这事啊 也就算结了 可是事态的发展 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那些去进行 1998年8月28号 一切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这天晚上三点多 罗朝郡的儿子 罗文峰和他的两个同学 并排的躺在床上 说着话聊着天呢 这时候就听见啊 窗外边有人 他们家那窗玻璃外边啊 蒙着一层油粘纸 就听见有人在外边撕这个油粘纸 接着就看见一束手电光就射进来了 在这之后 啪唧一声 玻璃就被打碎了 玻璃打碎的同时 一只枪管就伸了进来 瞄准了他们 这仨孩子吓得呀 纹丝不动 谁也不敢自声了 这时候啊 砰的一声 枪就响了 罗朝郡夫妇一听见枪响的声音 一咕噜声就爬起来了 妻子呢 跑向儿子的卧室 罗朝郡呢 借助梯子就冲上了房顶 这时候 有一辆大货车 沿着公路 从西向东 就行驶过来 借助强烈的汽车灯光 罗朝郡发现 两个歹徒 一高一矮 一人拎着一条枪 正朝着向他们驶来的一辆摩托车跑着呢 俩歹徒一前一后坐上摩托车 一家油门 增了一下 就走了 由于车灯一闪而过 罗朝郡没有看清楚歹徒的模样 从房顶上下来 跑向儿子的卧室 得亏啊 枪管偏高 子弹的从三个孩子脸上就穿了过去了 只是划破了罗文峰一个同学的一层脸皮 如果说枪管再稍微往下一点 这三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是必死无疑 这性质和前两次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一次是打人 这算故意伤害 第二次呢 是烧车 这算故意损毁他人财物 但这一回又射枪 又涉嫌故意杀人呢 所以警方啊 在这一次侦破过程之中 也是竭尽全力 但是办案最重要的是证据 就在警方紧张的侦查取证的时候 又一起更恶劣的事件发生了 当年12月31号早晨 罗朝郡的女儿罗慧 六点起来正在吃早饭呢 她的同学啊 赵文文也跟平时一样 俩人呢 关系好 一块上下学 先骑着自行车 到她家这来 等着她呀 一块走 罗慧一看 人赵文文都来了 赶紧匆忙吃了几口 出门坐在了赵文文的自行车后座上 走到接近学校的一条小土路的时候 赵文文呢 突然就跟罗慧说 慧慧 后边好像有辆摩托车跟着咱们 俩人还没闹清楚怎么回事呢 罗慧啊 也还没来得及说话呢 就听到背后砰的一声枪响 随后罗慧就从车上栽了下去 把这赵文文吓得呀 赶紧吧 又报警 又联系罗慧的家人 罗慧他妈妈赶来之后 从地上抱起来女儿 发现罗慧的两条腿呀 跟面条似的 这才明白 女儿是让人拿枪给打了 警方啊 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来了之后 通过对目击者的询问 以及对现场的勘察 都没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唯一了解到的就是 那个打枪的人呢 戴着头盔 穿着黄大衣 由于早上呢 有误 打完之后 骑摩托车一溜烟就跑了 所以也看不清楚车号是什么 也可能啊 根本就没有车号 原来摩托车管得没那么严 很多摩托车都没有车号 这时候罗慧的妈妈 突然想起来一个事 警察同志 我想起来昨天呢 昨天早上 我跟平时一样起得很早 打开大门之后 我往外瞧了瞧 发现离我家大门 有十米远的地方吧 站着一个人 穿着黄大衣 戴着头盔 也看不清模样 我就问他 你有事啊 找谁啊 这人呢 也没理我 扭头就朝停在公路边的 一辆摩托车走了过去 车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呢 俩人骑上摩托车之后 往西就走了 民警啊 回去之后 紧急召开案情分析会 各路侦查技术人员 分别汇报了工作的新进展新情况 这罗慧呢 岁数不大 才十一岁 品学兼优 所以啊 可以排除 为财商人 和为情商人的因素 那剩下的 就是 为仇杀人了 报复杀人 既然是报复杀人 目前来看 跟他们家 矛盾最深的 也就是 罗慧的衣服 郭庆露了 侦查员围绕 郭庆露 进行了 缜密的侦查 可是最终 结果证实 郭庆露 完全没有 作案时间 案发前一天晚上 郭庆露和朋友啊 在自己家喝酒呢 案发的时候呢 他还没起床呢 早上八点 吃完早饭 九点 出去做生意去了 随后侦查员 又围绕 郭庆露的社会关系 进行了细密侦查 结果证实 凡是和郭庆露 关系比较好的 这些人 都没有作案时间 都有证人 上午九点钟的时候 肥城市公安局 刑警杨庆国 庞根明 罗许光仨人 就走进了 湖屯镇 张庄村 郭庆露家的大门 郭庆露家呀 是一个大院子 有几亩地 一进去 就感觉院子里边 特别的矿 显得很辽阔 这真应了 郭老师那句话了 恨不得呀 从卧室上趟厕所 得开车去 见有人一来 两只大狼狗 在那儿 望望望望望 就叫起来了 郭庆露呢 正在吃饭呢 一听见动静 就走出来了 满面笑容的 迎接着这些警察同志们 这几个民警一说 有事请郭庆露 要到村委会走一趟 这郭庆露呢 显得特别的冷静 一点也不慌 郭庆露的家人 也没有什么异常的神态 就跟平时是一样的 庞根明罗旭光 就带着郭庆露走了 杨庆国呢 就留下来 别看是在村子里边 但是郭庆露家呀 生活条件是真好 人顾着保姆呢 杨庆国留下来 跟保姆谈话 并且 在他们家的大衣橱里边 发现有一支单管猎枪 和武士七发子弹 一看见这些枪和子弹 杨庆国 感觉这心里是有了底了 他呢 依法提取枪支弹药 朝村委会就走过去了 在村委会里边 郭庆露也是实话实说 是 之前我儿子 给罗朝郡的厂里送东西 出车祸死了 让他赔钱 也不赔 所以呢 我们两家 矛盾挺深的 但是 你说他闺女小惠的死 跟我可没关系 这边正说着 杨庆国带着枪支弹药 也来到了村委会 郭庆露一看 啊 是 我承认 我私藏枪支了 平时打个鸟啊 也为防身用 但我可没拿这个 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侦察人员 持续不断的进攻之中 郭庆露啊 终于透露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叫朱三 他说他们呢 关系不错 朱三呢 是他的干儿子 郭庆露说的朱三 姓朱 叫力亭 是肥城矿物局 国家庄煤矿机械厂的工人 那这朱三 是不是就是杀害罗会的凶手呢 上期节目呢 咱们提到了 郭庆露啊 后来跟警方承认 他有一个干儿子 叫朱三 这朱三呢 叫朱力亭 是肥城矿物局 国家庄煤矿机械厂的工人 民警啊 就问郭庆露 这朱三 是干什么工作的 他是 钱公 钱公俩字 一说出来 民警啊 脑子里边一激灵 怎么呢 突然就想起来 1231案案发之后 罗朝迅提供给警方的 那把折叠式的自制钢刀 庞根明 罗旭光 立刻戴着这把钢刀 就赶到了国家庄煤矿 让朱三的同事辨认 朱三同事一看 对 这就是朱三做的 别人呢 做不出来 这案情 算是有了重大突破了 这朱三 是第一个浮出水面的 重要嫌疑人 1月6号 刑警大队长邱世刚 副大队长尹成民 带领着杨庆国他们 依法讯问朱立亭 并且啊 对朱立亭的住宅 以及工作场所 进行了搜查 在朱立亭使用的工具箱里 搜出来一把 与遗留在案发现场 一模一样的 折叠式的自制钢刀 以及制作这种刀的工具和零件 随后他们将朱立亭 带到了肥城矿物局 杨庄煤矿招待所 进行进一步的审讯 一开始呢 朱立亭什么都不承认 后来铁证如山 没办法了 两天之后 这才说出来 1996年11月14号 他受到郭庆路的委托 伙同同事李汉忠 在胡屯镇以北的南北公路上 殴打了罗朝郡的哥哥 罗朝衡的事实 紧接着又供述了1997年6月5号 伙同张大力烧罗朝郡 那辆三吨铲车的过程 这怎么回事呢 当时啊 朱立亭和李汉忠 打完罗朝衡之后 这郭庆路还是感觉不解恨 揍得太轻了 我儿子就那么死了 不赔钱 不行 这事过不去 于是 在97年元旦之后的一天 朱立亭呢 就向郭庆路引荐了张大力 郭庆路还在饭店里边 款待他们俩呢 酒过三巡之后 郭庆路就向张大力提出请求了 说你啊 得去揍罗家的人 张大力一听 行了 揍人没问题啊 但是得先给钱呢 郭庆路立马转身回家 拿过来一万五千块钱现金 直接甩到桌上 交给张大力了 张大力呢 也没带犹豫的 揣着钱就走了 三四天之后 张大力回来了 住在了郭庆路家 朱立亭和这张大力啊 就想着在路上 堵这罗朝横 守了他两回 都没守住 张大力呢 又走了 张大力走了之后 郭庆路就对朱立亭说了 走不着人 把他家铲车给我烧了 他家就那部铲车最值钱了 让他破破财 于是 朱立亭又给张大力打电话 就说了准备烧铲车这事 97年6月5号下午 张大力呢 给朱立亭打了传呼 说在胡屯镇十字路口处的一个后车点 让朱立亭啊 去接去 朱立亭骑着摩托车 把张大力送到郭庆路家里边 夜色深了 仨人这才开始动身 朱立亭骑着摩托车 带着张大力 张大力呢 手里拎着郭庆路已经准备好的 两个装有十公斤汽油的塑料桶 这加起来 可就是四十斤油啊 郭庆路呢 骑着自行车 在前面引路 离岛距离罗家 还有三十来米的地方 这郭庆路把这自行车停在那 走着就去罗家了 这朱立亭和张大力 一人拎着一只塑料桶 跟在后边 在过去啊 很多农村的会在墙外边啊 专门砌这么一个厕所 张大力就在这个厕所里边 一个纵身就跳上墙头了 朱立亭把两个汽油桶递给张大力 也跳上了墙头 俩人一人提一个 随后啊 罗家的那大狼狗就叫起来了 这才发生了咱们上期节目 说过的那一幕 把火放完之后 转身不就跑出来了吗 郭庆路其实这时候早就回家了 他们呢 来到了国家 跟郭庆路就说 干爹 已经烧了 就烧的那部铲车 行 不错 说完 俩人骑着摩托 来到了国家庄煤矿 这时候 朱立亭才发现 身上带的那把折叠式的自制钢刀不见了 张大力的刀呢 还在身上呢 第二天一大早 张大力坐公共汽车走的 临走之前 跟朱立亭说 之前咱们不是定的 事成之后 那一万五千块钱里 取三千块钱给你吗 这样拿手机给你顶了吧 说着 递给了朱立亭一部手机 烧铲车之后 没几天 朱立亭去郭庆路家里边了 郭庆路满脸都不高兴 干爹 怎么了 还问我怎么了 你俩干的什么事啊 连个轮胎都没烧坏 朱立亭通过电话 把郭庆路的意思告诉了张大力 张大力说了 还没事 我还有重大的行动 审讯来审讯去 警方现在已经判断出来 朱三 朱立亭并没有参与后续的杀人事件 确实 欧打 罗朝衡 包括放火烧车 都有他参与 但是 他没有杀人的可能 难道 人是张大力杀的吗 这张大力啊 是山东济宁市的一个无业游民 经常在肥城这一带流窜 他说的重大行动是什么呢 自始至终 他没有告诉过朱立亭 难道 就是说的要枪杀罗家的人吗 警方就开始了对张大力的紧急搜捕行动 1月9号 尹成民杨庆国他们就到达了济宁市 张大力啊 平时是住在他姐姐家 这民警们 在他姐姐家门口 是守了三天三夜 都没见着张大力的踪影 于是侦查重点呢 就又回到了郭庆路的身上 警方从正面接触了郭庆路 就有关的情况进行询问之后 然后就放郭庆路回家了 1月2号 郭庆路对亲戚朋友说 警方和其他人怀疑我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跟他们罗家 有那么深的矛盾 但我的确和杀人无关啊 连郭庆路的老婆也对别人说 怀疑没用啊 没有证据都是白搭的 而就在这时候 郭庆路用金钱编织的 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开始启动了 干嘛呢 反正连哄带威胁 让大家都给他说情 在这种情况之下 警方又没有实质的证据 不得不采取应变措施 1月7号 警方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以涉嫌私藏枪支罪 依法对郭庆路实施刑事拘留 1月16号 经过艰苦的工薪战 郭庆路终于交代 说我花一万五千块钱 雇朱立廷张大力 烧罗朝郡的铲车 没达到目的 我感觉不解恨 我就又雇了引验金 让他打罗家的人 价格是打残匪一个五千块钱 打死一个两万块钱 引验金在肥城矿物局 查装煤矿供应科 当收料员 常来送货的郭庆路 慢慢的就和引验金认识了 引验金呢 特别的贪婪 这郭庆路呢又有钱 所以俩人你来我网之下 交情也就变得还不错 案情到这儿算是又有了重大突破了 引验金即使不是亲自作案的 起码也是重要的知情人 于是上级公安领导啊 做出了指示 对引验金秘密抓捕 17号下午7点 还是杨庆国他们 就来到了引验金所在的饭店房间的门口 杨庆国呀 一敲门就喊 二哥 找你有点事 二哥是怎么回事呢 引验金的朋友们呢 都跟他叫二哥 也只有不错的哥们弟兄 才会这么叫他 所以引验金一听门口有人叫二哥 也没多想 蹭愣一下 下了床 来到门口 把门一打开 哟 哎 哦 你们是谁啊 找谁啊 哎哟 二哥 这儿说话不方便 咱们出去说去吧 引验金呢 本来是睡觉呢 现在呀迷迷糊糊 脑子没那么清醒 就跟着走出来了 刚走出饭店院门 他就被等在这里的 穿着便衣的民警 推进了警车 在审讯过程之中啊 引验金说了 杀人的不是我 我也不敢亲自动手啊 我呀 又雇佣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叫刘培昌 这刘培昌呢 还有一个兄弟 叫刘培军 1998年1月18号 凌晨5点半 肥城市公安局 派出了20多名 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 分成两辆警车 就来到了 石横镇赵庄村 下车之后啊 兵分两路 一路由副局长 田文军率领着 迅速包围了 刘培昌的家 另一路呢 由刑警大队大队长 邱世刚率领着 在刘培军家周围 摆开了阵势 当时啊 刘培昌只有26岁 93年的时候呢 因为犯盗窃罪 被判处 13年有期徒刑 94年12月 因为得了肝炎 保外就医了 刘培军是刘培昌他哥 当时34岁 也是因为盗窃抢劫罪 87年4月份的时候 被判了15年 1996年10月 获得假释 回乡务农 尹燕金呢 虽然只说 他是雇佣了刘培昌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刘培军也直接参与了 这一系列的行动 早上7点的时候 已经布置下 天罗地网的民警 冲进房间里边搜捕 可结果呀 弄这么大阵仗 刘培昌 刘培军都不在家 刘培昌的妻子说了 培昌啊 15号出去做买卖去了 一直没回来 也不知道做的什么买卖 刘培军的妻子也说 培军三天以前出去的 不知道去哪了 如果说是畏罪潜逃 一般呢 去外地都是投亲访友啊 所以接下来 也得查他们俩的社会关系 刘培昌的岳父 家住东平县 刘培军原籍是江苏一星 所以肥城的警方啊 又赶紧向当地警方 发出了协查通报 同时呢 也派人前去搜捕 还向周边的县市 通报了案情 上午11点 执行搜查任务的民警 在刘培昌家西屋棚顶上 搜出来了一支双管猎枪 而从刘培军住处那呢 没有搜到什么 有价值的证据和线索 随后警方在赵庄村 以及周围进行布控 并且1月19号 1月20号 这两天的晚上 对刘培昌 刘培军的住宅 以及可能的藏身之处 都进行了搜捕 民警啊 是苦苦的找他们找不着 可是就在21号的时候 他们呢 主动找上门来了 石横公安分局呢 向市局报告 说刘培军来分局了 问前两天 公安局找他什么事 刑警大队长 邱世刚这一听 赶紧就赶过去了 并且通知 尹成民 杨庆国他们 立刻赶到 三个人决定 将刘培军 带回刑警大队审查 刘培军就交代说 99年1月15号 我跟培昌 一块去江苏宜兴 买瓷器 准备做生意 在宜兴老家的时候 我女儿打了电话 说公安局呢 找我和培昌 我俩就带着石套瓷器 往回赶 在石横分水岭 我俩分开的 当问到其他情况的时候 刘培军呢 是一概不知 再问刘培昌去哪了 刘培军呢 也不知道 并且说这些的时候啊 神色很正常 那这刘培军是真不知情 还是跟警察在这儿演的呀 上期节目 咱们提到了 警方呢 找到了刘培军 刘培军呢 跟警察呢 把知道的情况一来二去 全都说了 有关刘培昌的情况 刘培军是全然不知 后来警方也怀疑 他是真不知道 还是在这儿演的呀 经过一系列的侦查 最后查明 由于刘培昌和尹燕金 是单线联系 尹燕金呢 并不了解刘培军 参与杀人的情节 经过刘培军 刘培昌的密谋 这是采取了一个 投石问路的险招 也就是让刘培军到公安机关 询问为什么找他 来看看公安机关的动静 刘培昌啊 直接对刘培军说了 只要抓不着我 天底下没有任何人知道 你是打罗慧的人 因此这才有了刘培军 大摇大摆 进公安分局这个事 邱世纲呢 将审查情况 立刻向局长做了汇报 一个考验 又摆在了警方的面前 放刘培军吧 迹象表明 他应该是重大嫌疑人 你不放刘培军吧 没有任何证据 能表明他与本案有关 经过大家反复权衡研究 认为刘培军呢 很可能是投石问路 我们的应变对策 是引蛇出动 虽然要冒着很大的风险 但是呢 还要这么做 放刘培军 再过一个月 就是春节了 刘培军回家之后 就忙着准备过年的东西 临近春节 跟其他村民一样 买点新衣服啊 贴贴春联啊 放放鞭炮啊 如果说有那么一点反常的事的话 那就是保安村47岁的农民张某 在2月22号到刘培军家串过门 到了2月24号 预料中的一幕发生了 刘培昌刘培军这哥俩见面了 这一天呢 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了 与肥城市接壤的平阴县电子乡 丘陵村西南的土工路上 时间是中午11点左右 陈屯村的村民楚家东 骑着红色的摩托车经过这 刘培昌刘培军 骑着蓝色的摩托车 从后边追上 这一路上啊 就逼着楚家东摔在了路东的沟边上 这时候刘培军从车上下来 手里拿着铁棍子 猛烈的击打楚家东 刘培昌呢 则趁机抢了楚家东的摩托车 楚家东啊 在那大喊大叫 大声的呼救 正在田间干活的 邱家邻村的群众 邱化梅 还有王明泉 王明辉等人 听到声音 就赶了过来 当刘培昌 刘培军 正打算骑摩托车逃跑的时候 邱化梅呀 举起自行车 把他俩呢 就砸倒在了路东的沟里 刘培军呢 起来之后就逃跑了 刘培昌就被群众给抓获了 随后就报了警了 五分钟之后 公安民警赶到 讯问刘培昌逃跑的另一名歹徒是谁 刘培昌说 是张道元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 参战民警 迅速的围追堵截 终于在孔村镇孔庄村 韩明泰的家里 将这个所谓的张道元就给抓住了 一抓一看 这哪张道元呢 这不就刘培军吗 原来啊 刘培昌和刘培军 在石横分水岭分开之后 通过张某呢 租了一间房子 就藏起来了 刘培军不是按照刘培昌说的 去投石问路了吗 到这个公安机关了解情况了吗 被警方放回来之后 这刘培军呢 就开始有点放松了 嗨 警方没掌握什么情况 咱哪什么事没有 于是在2月22号 让张某给刘培军烧信 约定了2月24号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当他得知尹燕金失踪之后 更得意忘形了 他呢 不知道尹燕金是被抓了 以为尹燕金的失踪 其实呢 是他已经逃跑了 警方抓不到尹燕金 那我就不会暴露啊 因为我们是单线联系啊 于是他俩呢 就又开始为非作歹 这才开始抢劫摩托车 刘培昌对伙同刘培军 抢劫摩托车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后来侦察员就问他 你为什么把刘培军 说成是张道元呢 我恨他 希望你们去抓他 我在正月初七初八两天 还见过他呢 张道元是平因肥城两地警方通缉的 抢劫批捕再逃犯罪嫌疑人 为抓捕张道元 并且弄清他与刘培昌之间的关系 警方立刻派人到肥城市石横镇 正名山村张道元的家里抓捕 张道元的哥哥说了 道元失踪半年了 我知道道元跟刘培昌关系不错 曾经在一块养过猪 我呢去问过刘培昌几次 刘培昌每回啊 都说没见过道元 这时候负责讯问张某的侦察员报告 张某对未再逃的刘培昌两次租赁房屋的事实 供认不会 同时呢 从这张某家里啊 也搜出来了假币 面值五块的 号码呢 是BU47475404 张某说这假币是刘培昌送给他的 这时候平因警方立刻与平因县四眉城公园 127大坝9892枪杀案联系起来 在这起案件里面 死者身上装有同样面值和号码的假币 经过肥城警方进一步的讯问 刘培昌的哥哥说 刘培昌呢 还曾经将假币送给自己几张 刘培昌的妻子徐玉婷 也见过刘培昌持有同样的假币 并且回忆说 1998年秋天的一天晚上 自己在家里南屋睡觉的时候 听见外面有动静 见刘培昌提了一米多长的枪出去 一会儿呢 又提枪回来 种种迹象表明 煤城公园西大坝 9892枪杀案中的无名尸体 是张道元 凶手是刘培昌 于是警方带张道元的哥哥 前去对已经冷冻处理的死尸进行辨认 因为脸部已经被汽油烧毁 所以呢 张道元的哥哥也不敢肯定 这时候 肥城市公安局 石横分局 将张道元因殴打他人被处理式的卷宗取了出来 案卷材料上啊 张道元呢 有这个指纹记录 与无名师右手指的样本进行比对 发现的指纹是一致的 在经过30个小时的攻心战之后 刘培昌终于供述了他枪杀张道元的犯罪过程 1998年8月份 张道元呢 多次叫刘培昌一块去抢摩托车 刘培昌呢 不愿意 张道元就看出来 刘培昌是牵挂老婆孩子 就问他 你是牵挂你老婆孩子是吗 对啊 当然了 行啊 那我给你造了 意思呢 就是说杀掉刘培昌的老婆孩子 刘培昌考虑到张道元是个光棍汉 又正被警方通缉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于是9月2号 张道元再次叫他一起去抢摩托车的时候 他就同意了 晚上11点左右 俩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来到石横镇分水岭 等了一段时间 没见有摩托车路过 就又赶到平阴县 梅城公园西大坝上 把车停住之后往西走 张道元在前 刘培昌在后 相隔有三米多 这时候刘培昌想 他想干掉我的老婆孩子 我为什么不先干了他呀 此时正是一个好时机啊 这么想着就举起枪来 啊 啪的一声 张道元哎呦一下子 就扭过来身子了 与此同时 咣当就倒地上了 刘培昌 还怕张道元不死呢 走过去朝他的胸部 又补了一枪 然后呢 又抓住张道元的手 朝西南方向拉了几步 掏出身上的塑料盒 在摩托车上 接了一盒汽油 泼到张道元脸上 用打火机点着了 做完这些 把子弹壳从枪塘里退出来 连同打火机 还有放油的那盒 一块装入一袋 骑上摩托车 就回来了 途经平阴县体育场 南边的屠宰场的时候 掏出子弹壳 就扔在这了 回到家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把猎枪又藏到 西屋的棚顶上 回到卧室之后 妻子半睡半醒了 就问他 怎么起这么早啊 哦 睡不着了 在刘培昌交代了 枪杀张道元的犯罪事实之后 侦察员对他说 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 你还和张道元 一块干过一些事情 要如实讲清楚 刘培昌听完之后 特别平静的说 我跟张道元 就只供过这一次事 车没抢成 就让我用枪把他干死了 我和他接触时间很短 他是九六年 从东北回来的 回来之后 和我一起养猪 隔了不长时间 他就去孔村 开路边饭店去了 请政府相信 我说的都是实话 刘培昌啊 生性狡诈 并且呢 又有一些反侦察 反审讯的经验 三月十二号 天文军 邱世刚 尹成民 杨庆国等人 共同研究了全部案情 对刘培昌的性格特点 心理状态 人生阅历 以及受审过程中的 种种表现 进行了认真分析 制定了审讯方案 并且啊 由尹成民 杨庆国担任主审 这次审讯呢 不是一上来啊 就采用那种高压政策 反而呢 挺平和轻松的 尽管民警们两个多月 昼夜奔波 但还是耐心的 给他讲政策 讲人生啊 指出犯了罪的人呢 只要转变人生态度 同样也能实现人生价值 如果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 检举揭发他人 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总之啊 就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一开始呢 刘培昌是拒不交代 后来啊 心思也动摇了 在那是一边流泪 一边叹气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后勤人员呢 拿过来热气腾腾的包子 民警们和刘培昌围在一起 一起吃饭 还给他倒杯热水 吃完饭之后呢 又让他抽烟 这可把刘培昌给感动到了 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 你们还是把我当人对待 谢谢你们 刘培昌的心理防线 可以说是土崩瓦解 从3月12号开始 陆陆续续交代了自己 受尹燕金雇佣 持枪杀人的事实 1998年4月份 他们村的高庆岩 坐中介人 刘培昌呢 买了尹燕金的蓝色的 金城陵墓100摩托车 从此认识了尹燕金 在这之后 刘培昌经常去茶桩矿洗澡 并且与尹燕金见面 尹燕金呢 也总请刘培昌到饭店喝酒去 俩人关系啊 是越处越好 有一回他们四五个人 在喝酒的时候啊 酒足饭饱了 别人都离开了 尹燕金对刘培昌就说 培昌啊 你能治个人吗 咱出钱 行啊 尹燕金呢 就领着刘培昌 去认了仇人的家门 并且呢 还介绍了所谓的仇人的家庭成员 还提供了照片 刘培昌就问 治哪个呀 哪个都行 只要是他家的人 治残五百 治死两万 行 不过按规矩啊 先拿定金 尹燕金随后把两千块钱 就送到刘培昌手上 培昌 赶紧办 刘培昌拿到钱 并没有马上办 他告诉了自己的同学张道元 让张道元去办 张道元就问他 有钱吗 干了 给个三千两千的 干不干 干呐 随后 刘培昌又领他认了仇人家的门 过了几天 张道元对刘培昌说 去守了几回 没干成 周围人太多 对此 刘培昌又把这事告诉了刘培军 刘培军呢 不久前和别人打架受伤住院 刘培昌送去八百块钱 这刘培军正欠着刘培昌的情呢 行啊 有事啊 直接找我就行了 就这么着过了一段时间 尹燕金也听不到动静 就找到刘培昌 培昌啊 我说你这人是光吹牛啊 你办不成正事啊 这一下子 把刘培昌说的呀 有点挂不住脸了 用枪打行吗 怎么不行啊 那打死怎么办呢 打死有打死的价钱 弦外之意啊 就是打死无所谓 还给加钱呢 1998年8月27号 张道元来到刘培昌家 经过密谋 刘培昌说 你明天晚上12点过来 我听见车响之后就出去 咱三个一起去 第二天晚上12点 张道元准时赶了过来 听到摩托车响 刘培昌啊 就悄悄的 在这西屋棚顶上 取下来了两把猎枪 还从破棉被里边 抓了一把子弹出来 张道元呢 就在刘培昌家不远的地方等着 拿出来之后 把两条枪装好了子弹 然后刘培昌开着车 张道元手里边 拿着两条猎枪坐在后边 就来到了刘培军 修理摩托车的小屋旁边 一听见车响 刘培军出来 张道元一伸手 就递给了刘培军一把枪 仨人骑摩托车 接近罗家的时候 把速度呢 就放慢了 见罗家最西头一间房里啊 正亮着灯光呢 仨人哪 把车呀 就停了下来 然后就偷偷的摸进了院子里边 一看那窗子外边铺着油毡纸 把这纸啊 就给捅了一窟窿 把枪管就递进去了 也没看清楚 反正就看有灯的地方 啊 蹦就是一枪 这就咱们第一期节目说的 罗家儿子差点被打死那事 可是啊 没打着人 你也不能接着打了 赶紧跑出来骑着摩托就跑了 过了两天 刘培昌就找到了尹燕金 哎 那事办了 快点 拿钱吧 没等刘培昌说完话呢 尹燕金就说了 办的什么事啊 就去人家放个炮仗啊 哎 人家说办了 办了 办了 办的什么呀 根本就没打着人 哎 多少给一点啊 没办成事 不给钱 刘培昌一听也是 咱也没干成 人肯定不给啊 这才回来 张道元就在家等着他呢 一见刘培昌回来 张道元站起来 就盯着刘培昌的衣袋 人家说没办成事 不给钱 哟 是吗 张道元呢 真是怪枪怪调的 说了这么一句 意思就是说 这不可能 肯定是你把钱毒吞了 随后啊 朝着刘培昌的妻子孩子 就哼了一声 又说了一句 那你等着花钱吧 拿起自己 放在刘培昌家的猎枪 怒气冲冲的就走了 一看张道元要走 刘培昌预感到 他这是要杀自己的妻儿 所以呢 这才下定决心 必须在下手前 先干掉他 这是刘培昌 为什么要杀死张道元的真正原因 与此同时 肥城警方对拒不交代的刘培军 也加大了审讯力度 民警呢 跟刘培军说 刘培昌已经交代差不多了 刘培军一琢磨 那我还扛什么呀 他就把这情况啊 一五一十的也说了 1998年12月29号 刘培军帮刘培昌收拾完 刚盖完的新房之后 刘培昌就对刘培军说 你明天早上五点 骑车来找我 第二天 刘培军骑着蓝色的摩托车 就到了刘培昌家后窗底下 听见车响 刘培昌拎着一根棍子 就出来了 然后呢 就去了曹庄村罗家附近 刘培军在路边看着车 刘培昌呢 在离那户人家大门 约有十多米的地方 站了两三分钟 就回来了 回到村口分开的时候 刘培昌对刘培军说 你明天早晨五点再来 第二天 刘培军又赶到了 这回刘培昌拎的不是棍子 是一把虎头牌的双管猎枪 他让刘培军拿着枪 自己呢 开着摩托 大约在六点来中 那户人家附近一个交叉路口那 减速将车头 就调至了往西的方向之后 就停那了 然后呢 刘培昌下车 走到离罗家十米的地方站住 刘培军 站在车前等着 一会儿刘培昌 快步的就到了车跟前 跟上前面那辆自行车 车启动之后 刘培昌对刘培军说 你一直往前骑就行 这一天呢 雾也大 刘培军呢 这骑着摩托车 与自行车前后间隔三四米 就在那跟着 在穿过一个铁路口 马上就要到学校的时候 他们呢 终于一拧油门 跟这自行车啊 就并排着走了 随后 扳机抠动了 罗慧的人生 也彻底改写了 咱们呢 再说回罗慧这个可怜的姑娘 不幸中的万幸 罗慧啊 终于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1998年12月31号 罗慧经过手术之后 在体内取出了39颗弹粒 另外还有50多颗弹粒 因为积入了脊椎 不容易取出 这个11岁的小姑娘 还没有好好地享受人生 就注定了终身瘫痪的命运 最初的判决结果呀 我们已经找不到了 但是我找到了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2016年 对郭庆路做出的刑事裁定书 根据裁定书上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 郭庆路在2000年1月10号的时候 因犯故意杀人罪 未遂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故意毁坏公司财务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私藏枪支弹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随后提出上诉 2000年6月7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 判处郭庆路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因在狱中表现良好 所以多次获得减刑 2016年7月1号 郭庆路刑满释放 其实很多听友 对一些罪犯 从死缓到无期到减刑 这个过程 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 没关系 大家可以听听 我的另外一档节目 真实案件故事 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最近正在说的 就是监狱里面的故事 其中对于监狱里面的 罪犯是如何减刑的 整个的一个机制 都会有详细的一些介绍 《非诚连环》 故凶杀人案 就为您讲述完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